爱美 爱美就是女人一生的梦 真的 你别看我们老了 七十了 八十了 也有去做旗袍的 对吧 也有生活特别精致的 女人一生都在做梦 那是一种心情 你要连这种爱美的心情都没有了 你就会觉得生活都 颜色都变了 现在也有很多老年人 也做得也很精彩 就未必是要走模特 穿衣服 就是你画画 你唱歌 对吧 你跳舞 或者你旅游 写声 摄影 都可以成为你退休生活中的一个梦想 的追求 真的都可以 好多我看老年大学他们画 自写得很好 对 这就是一种晚年生活的一种新的理念 新的时尚 我们周围的人容易给自己设限 经常问的都说 这个我六十岁五十岁能不能穿 我这个适不适合我妈妈 所谓的框框是你自己给自己限定的 不要用它来拴住自己 比如说直播带货 年轻人可以做为什么老年人不能做 这四年我觉得我们可以融进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我们现在看来除了我们的年龄跟年轻人差距很大 其他的我觉得在能力上在接受新的东西方面 好像距离很近 我们没有什么带勾什么的啊 因为我们是二十多年前认识的 而且是在中老年模特培训班 学了以后就特别想走这种比较专业的秀 那时候就觉得不可能的事就是想 但是我既然喜欢我就是想实现不了我也想 后来没有想到这个我们真的走了一场 我们自己就是时尚奶奶那个专场的秀 后来我们又有一些其他的新的梦想也都相继实现 有梦想可能你的退休生活会更充实 真的会更自我 所以不光是退休了就是老的观念伺候下一代 孙辈做饭对吧看孩子 你可以去找时间实现你的梦想 结果不重要过程很重要 只要你享受的非常的好 真的那种感觉很好 你焦虑也没用 我们有一个视频就是有年轻的时候照片 跟现在的这个在一起的 大家看了都觉得这几个人年轻时候都不好看 其实你就相信这一点 年轻的时候你就是一般人都没关系 到了老年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漂亮 这个漂亮机会是自己给自己的 因为你的心里的那种自信 带给你的那个状态 对 真的不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你说皱纹漂亮吗 那皮肤的这种老化漂亮不漂亮 容颜上展现出来的美 这个你必须要经过你大半生的这种 对 有的网友留言也挺好 就说你这个鱼尾纹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你的一种鼓励和知识 而且对老的一种特别正确的这种看法 从内阴上 从这个防止衰老的根本上 你要去着手 你比如说好的心态 然后你合理的饮食 适当的锻炼 比你去整个 这个是关键 国外媒体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账户做得很好 就是网上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他们对我们就是看到了中国老年人的另一面 而且呢这方面带动了那么多的老年人 他觉得退休以后老年生活能够这么丰富 国外的媒体才忽然的发现中国老年人真的不是一般的老年人 我们就是想证明给他看 并不说我们几个人穿得好 我们漂亮 我们的外在 我们的气质 实际上是我们这一生的沉淀 中国老年人真的是活得现在非常的自信 然后时尚而且幸福 我们希望你能够伤出的能力 我们希望你能够伤出的能力 而不怕被老年人 每一切都你会有证明 会带你到一个美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